连续第七年举办的南投火车好多节在这个星期天即将登场 主办单位南投县政府就特别开拔到台北火车站来举行行前记者会 也欢迎北部的民众到南投住宿还有搭乘蒸汽火车 并且品尝在地的农特产品度过清凉愉快的暑期时光 人气双胞胎乐乐与柔柔这回以列车长的打扮 与卡通人物小熊出现在南投火车好多节的星期天记者会上 不但宣告火车好多节活动即将从13号起开跑 同时还有机会乘坐到两位小小列车长所服务的免费蒸汽火车 我们是7月26日的小小火车长 那其实南投有小火车就是极极限的小火车 那目前国内已经不多了 而且有蒸汽火车可以坐 这个更是不容易 我们特别情商台湾铁路局来派蒸汽火车头来跑这条线 除了搭乘火车畅游极限之外 19号起的周六周日 在水里乡的清水公园则举办水里玩水节 可说海陆游一次到位 满足全家大小队夏日轻旅行的渴望 那我们的路线是从民间火车站到车程火车站 那我们水里是经中途的一站 那所以我们在水里火车站那边都有安排免费的接驳公车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活动 除了我们的玩水节这五个礼拜的节目之外 我们在7月19号开幕的晚上在水里火车站 还有一个小型的晚会 有很多丰富的摸材品 所以大家可以来参与 另外主办单位还首度集结南投13个乡镇的农特产品 推出四种不同主题的农特乡 让民众参与火车好多节活动的同时 还可轻松购买到南投县的各项农特产品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